新冠疫情流行以来 伴随着生活环境和工作要求的改变 全球范围内 还催生了很多新兴的职业 你比如说像收纳整理师 就在韩国走红了 一定有小伙伴感受到这个疑惑 不就是收拾屋子吗 那能有什么技术含量 还得花钱请人坐 真的就是有人会有人不会 人家收纳整理师说了 我们不简单 做这一行不仅要有诊断空间的视角 你还得具备室内装修的相关知识 更要照顾到客户的切身需求 比如内衣服你得先按季节粗分 再按上装下装外套内衣等进行细分 短期不用的物品 放进整理盒并贴上标签 最为关键的步骤就是 果断扔掉不用的物品 同时把有纪念意义的日记等 通过拍照或者是扫描 乘电子版来进行保留 以韩国首尔一个100米的住户为例 共整理8小时收费130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7850元 这真是学到就是赚到 在这些新职业当中 其实我们接触最多的应该还是测温员 公共场所门口那都有吗 不是说站在那儿啊 胳膊一抬子测温了 预见高温顾客乘客紧急预案 专业应对 那也是要经过专业培训的 对另外还有社交距离大使 这个是美国一家酒店的点子 就招聘已经有将近2000名 社交距离大使了 在酒店咖啡馆 包括饭店等公共场所 去监督员工和客户 他们是否佩戴了口罩 以及保持了安全的社交距离 还有那线上教练呢 可以远程定制健身计划 提供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 线上健身课程 房地产经纪人 导游 调酒师 厨师等 很多职业也能切换到 在线服务模式 处于强制隔离期间的民众 很需要这类服务 口罩消毒员 也是一行以来新兴的职业 美国巴特尔公司 为了对N95口罩进行消毒 以使其重复使用 增设了1300个口罩消毒员的岗位 对可能会沾染新冠病毒的口罩 来进行消毒 国内还有一个新兴的职业 叫社区团购员 根据社区居民的需求清单 集中采买食物和生活用品 并从多个网购平台里边 选出物美价廉的商品来推荐 这些新职业的共同特点 都是市场催生 并不是通过学校培养和社会提炼的 而是基于技术变革和社会变化而生 他们的涌现 其实往往是刚性需求 因此一出现就火了 所以在疫情期间 还在抱怨收拾屋子累 买东西难 健身费力吗 您看看人家 做这些的人都火了 工作一直都在 想要行动的抓紧吧